欢迎来到美厅 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处风水 养好便是富贵 传统风水思想中有这样一句话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是说福地不是对什么人都是福地 有福之人居住在福地 那确实是福地 而没福之人居住福地反而不好 不但得不到福 而且会变成煞 是有害的 福人居福地 是说对于有福之人 他所居住的地方就会成为福地 而不管这个地方对于别人是不是福地 风水和人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好 要看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好 人的第一风水 心 养好一颗善良的心 于果曾说 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 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中国古人也讲 人之初性本善 善良是神赐予人的礼物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行善 不用求福报 善良本身就是福报 懂得善良的人 他们的生活温暖而快乐 作恶也不用惩罚 因为恶人的心永远是冰冷的 没有尝过温暖滋味 本身就是悲响 一个人可以没有富贵 可以不知名 但若失去了善良 人生就失去了根本 播种一份善良 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美好和幸福 养好一颗宽容的心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所有的宽容都是设身处地 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 也就懂了别人的难处 心里也就柔软下来 开始饶恕别人的过错 原谅别人的过失 宽容也有自己的底线 一味宽容是一种软弱 一个不懂宽容的人 将失去别人的尊重 一个一味的宽容的人 将失去自己的尊严 养好一颗谦卑的心 谦卑是一种眼界 懂得谦卑的人 一定见过更大的世面 他们知道山有多高 谁有多深 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一点的成就就狂悲 谦卑是一种力量 谦卑的心就像一株野草 不取消外面的世界 也不在意世界的嘲讽 默默积蓄自己的力量 谦卑是一种包容 山不辞时而成其高 海不辞水成其浩大 王阳明说 人生大病 一个是懒 一个是傲 谦虚一点 总没有坏处 人的第二风水 嘴 不接人短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没有人不爱面子 伤了别人面子的人 也就伤了别人的心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 龙有逆鳞 处之即死 你让别人没面子 别人肯定要找回场子 瘸子面前不说短 胖子面前不提肥 东施面前不言丑 多个朋友多条路 管不住嘴的人 处处树敌 人生之路 只能越走越堵 不乱吹鸟 赵国有一个方氏好讲大话 他自称见过福西 女妈 神农 蚩尤 仓血 瑶 顺 雨 汤 牧天子 瑶池圣母等等 已经活了几千年了 有一天 赵王从马上摔下来 伤得不轻 医生说 需要千年以上的血 才能治愈 于是赵王就命令 把方氏杀了取血 吓得方氏赶紧 澄清自己是吹牛 但是赵王不信他 认为他是为了保命而撒谎 还是把他杀了 很多人没事就喜欢吹牛 好像不说大话 显不出自己的本事 但是一旦别人信以为真 那可就要付出代价了 所以 千万不要不知轻重 胡乱吹牛 不说废话 莫子曾回答他的学生子秦说 话说个没完没了 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池塘里的青蛙天天叫 弄得口干舌燥 却从来没有人注意他 但是熊鸡只在天亮时叫两三声 大家听到鸡蹄就知道天要亮了 于是都注意他 在生活中 精辟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 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宴 实践证明 言之有误 正确把握好说话的分寸 才能够给自己增添魅力 人的第三风水 行为 不走捷径 人生当然有捷径 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一下子就能把人摆渡到幸福的彼岸 但是捷径走得多了 人就会失去攀登高山的能力 捷径是一种取巧 而攀登是一种锻炼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崎岖 而非坦途 能走的捷径的实在少之又少 高楼起于平地 大浪浮于海底 人生需要一点点积累 崎岖的路走得惯了 偶尔走一走捷径 是行得通的 但捷径走得惯了 再去走崎岖的路 就是一片怨声载道了 不损人利己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 向善很难 向恶很易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相互真诚 相互帮助 大家都不是傻子 你如何对别人 别人就如何对你 你以为你是赚到了 其实却亏进去了自己的人格 午夜梦回 怕是也会遭到良心的谴责 不占小便宜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上掉馅饼也不一定砸到你 所有的小便宜背后 一定是藏着更大的代价 时刻谨记 好事不会都让自己赶上 不占小便宜 是一种教养 左宗堂说 后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 占了小便宜 却失去了大家的信任 得不偿失 有时候 不妨让人移步 人人心里有感称 久而久之 大家会尊重你的为人 吃亏是福 不占小便宜 也是一种智慧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